大家好 我是盈盈 今天又出來找房子了 因為昨天晚上大理下雨了 今天天就涼快了 我新買的那件二手衣服就穿不了 今天沒辦法冒充本地人 我這個房子是在網上看的 而上面寫的是55個平方 那種落地窗的有兩個落地窗 基本上就是那種採光面很好的 裡面挺簡潔的 還有公共的區域就是健身 還有一個公共的廚房 看著還不錯 但是在大理這邊看房子 千萬不能看圖片 這圖片一般都是照片 所以必須得親自來 我看沒走錯路 也必須得親自來 左轉右轉 等會我得看導航走路 這邊接接向向的 我也搞不清楚路線 走到死胡同這來了 朋友們我就先不跟大伙說了 我現在走錯路了 死胡同這出不去了 一會一起幫我參考參考吧 2101是兩個窗嗎 那個二零一是兩個窗嗎 203204 這是朝西的 對吧 不是南北朝下 這是最舒服的 是吧 南北朝下 這是東 這是西 這是南 對 那是北 對 這邊是南 這邊是北 後北朝南 不要看一下 我看一下 打擾了阿姨 換個鞋子 這有個陽台 這個是個商法床 折起來 這是空著的 那個呢 那也有人 我看看這房間 這是一千多的 好像 對吧 進門都要刷看 你一個人住的話 那時候 我把那個床墊 兩個落起來就好了 落起來 落起來 那這個床就撤不掉了 就只能是這樣 落起來 你這個平台 你就能 一張床就好 我看了洗手間 我說我看了洗手間 沒有空調的 那這費用 電費什麼都包的嗎 對 都包的 但是我們家不是擦排用電 你們出去的時候 你們記得 那個肯定的 平時也用不到這天氣 但是事得講好 寬袋是獨立的 獨立的光纖 每個房間 一百兆的光纖 應該它都升成兩百兆了 但是我原來裝的是一百兆 看這燈 這是 這燈 不是特別亮的那種 要亮換燈泡就完了 換燈泡 這都很簡單 要亮一些 就換幾個燈泡就好了 這是多少錢的 那張 一千五 一千五 現在一千五 我真的 過段時間 暑假的 我們都是要漲價 可以 這個房間還行 主要是這個床 這個床要是下面那個東西 能撤掉就好 撤不掉 那個是固定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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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撤掉 嗯 只能這樣 對 但它可以落起來 嗯 落起來 你就是 有沒有一個 配一個鏡子 就是我平時穿衣服 全身的鏡子 可以給你拿一個全身鏡 那可以 可以拿個全身鏡 可以 嗯 這個房間還行 公共的廚房在樓下 如果不用的話 不用 那就行 基本上是不用 因為離這兒這麼近 吃飯方便 我們基本上 周邊反正超市 所有的菜市都很高 這邊熟悉 樓上沒有了 樓上有 有啊 樓上有 樓上有 來我看看樓上 喜歡住高一點的地方 樓下 樓下有 也就是這樣的沙發 只是它打開 他們兩個大人一個小空間 打開 好 這個是 這1800 這1800 我覺得樓下的那個房景好一點 因為是打通了 看起來亮它一點 隔壁那個就是 隔壁也空著了 這個還是203看起來舒逼 行 其實有不少菜的 他看一眼 啊 這裏 什麼都有了 我回去我考慮一下 要行的話 我就微信聯繫你了 現在大理這邊房子都忘了 不著急 看了一下 確實跟影片相差太大了 幸好我過來看了 光看圖片的話 可能就下手了 看看照片上寫的這樣 這圖片 看了之後就想立管下手 在這邊的客棧 做圖片 它有一套 然後食物的就是那樣子 你們覺得這個房子 壓力還行嗎 反正我不著急 這邊房源太多了 我現在說的算是舒服的 像這個一段 然後這個50塊錢一間 它太多了 先吃飯 餓了 先吃烤肉飯 腸粉 蝦的 一個排骨湯 吃完了還得繼續戰鬥 我看房 這湯不錯 鮮甜 這麼大一盤 鮮蝦腸粉 蠻好吃的 嗯